那对于近期军演的部分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针对中国近期的 在福建年海近期的军事演习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说 这是一个例行性的近视演习 还是在台湾的文攻武克 那基本上认为例行性近视演习的是 136.7% 认为对台湾的文攻武克 大概将近5成是48% 第二个在这次军演的时候 其实新任国内办主任刘杰一 有发表相关的说法 他认为说福建年是为了捍卫 所谓的古国土权以及领土完整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的问题是为了说 这样的说法对两个关系 是有没有帮助呢 基本上认为没有帮助的 占8成 认为有帮助的只有10% OK 那接下来我们询问到说 近期天文统统登建的这样的做法 支持度 那这个支持度 支持的有56% 那接着处理完两个之后 我们询问有关外交失误的部分 对于太总统外交失误的满意度 满意的19.5%接近5成 不满意的46% 其实相当的接近 对于太总统外交失误的部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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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太总统外交失误的部分